由彩霞教育基金会 曾兰音乐剧团 共同主办布农天润合唱音乐会 在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盛大登场 由南投县明和国中 坦兰国小 以及西纳巴兰国小三校合唱团同台演出 县长许淑华 县议员林卢阳 县府教育处长王淑林 原民局长史强 悉尼乡长全之间都到场聆听 许县长表示 彩霞教育基金会成立20年来 持续关怀落势 深入偏乡推广音乐 南投县学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栽培与照顾 透过三校合唱展现布农组的文化 同时展现孩子最纯真的歌声 感谢常年投入资源的基金会 以及陪伴孩子成长的校长与老师们 民客国中合唱团即将前往韩国参加国际大赛 祝福他们获得佳基 荣耀南投 荣耀台湾 今天特别来参与我们彩霞教育基金会的活动 彩霞基金会成立已经20年了 但是他们成立以来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些弱势关怀 特别在音乐教育的推广 他们也都深入偏乡 在南投县我们非常的荣幸 由他们的这个协助跟照顾 长期来已经有这个师资已经深入南投17年了 那今天是我们的明和国中 谭南国小以及西纳巴南国小 三校的共同合唱 那布农组的文化在南投县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透过三校合唱的 这样的天籁之一去展现出布农组的文化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听到孩子最成真的音乐 这里要非常的感谢 除了彩霞基金会呢 长年以来投入的这种资源 那么带领了老师 不管在我们的伴奏 不管在我们的指导 这个指挥 可以说是这个十几年来 一直在我们的教育投入 同时陪伴了孩子很多重要的成长过程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三所学校的校长 跟我们的老师呢 都是非常用心的陪伴 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布农组的音乐文化 不管在我们国内 国外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那不只是征战了欧洲 美国 还有在这个维也纳 都能够看到我们台湾孩子的表演的足迹 那非常高兴我们联合国中呢 在这个月的十几号即将也要启程到 这个韩国去参加国际性的大赛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回来来荣耀南投 荣耀台湾 基金会执行长陈欣毅说 基金会成立二十年中 走过南投 花莲 台东 高雄 照顾许多偏乡学子 在这当中深耕南投十七年 每年约有一百位学生接受音乐教育 感谢政府在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帮助基金会 希望音乐教育能够持续下去 让美丽的歌声散布到全世界 我们从2006年就前进这个偏乡 信义乡 对 当时从南投信乡开始 后来我们也有到花莲 水利啊 然后还有有到这个台东 然后也有到高雄那马下乡 那但是南投这边的学生 还有老师都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因此这个成绩也非常有益 我们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这个努力不是一天而来的是 要付出相当的时间跟心力 对 我们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样的基础音乐教育 能够持续在这边 然后也希望有 对音乐教育有兴趣的音乐老师 也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谢谢 先议员林卢阳说 演唱会不仅让大家认识布农族文化 也让大家了解孩子的天赋 偏乡孩子虽然资源较少 但上天赋予他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美妙的歌声 感谢基金会长期关心偏乡孩子 期盼即将出国比赛的孩子们 为南投争取更多的荣耀 这样的演唱会 不仅让我们来认识更多布农族的文化 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孩子 所得到的相关的天赋 我想我们偏乡的孩子们 虽然说相关的资源比较不足 但是我们有更多更好的 上天赋予我们的礼物 也就是原住民最美妙的歌声 很高兴我们的彩霞基金会 20年来一直在我们的偏乡 关注我们的孩子 那也祝福我们这些孩子们 接下来准备要远赴韩国 参加国际性的比赛 希望能够再为他们自己 以及为我们南投争取更多的荣耀 一次的演出就是很多个表演曲目 然后也在短短时间 短短时间内 然后会训练很多个歌曲 不管是我们布农族语 或者是东南亚语系 或者是我们新学的一首英文歌 在下下礼拜会一个集训的时间 然后就在那集训的时间 我希望可以透过集训 让我们能够团队默契更加的好 然后到国外能够为台湾 争一口气 然后拿为国争光 音乐会的内容 除了呈现布农族歌谣 以及东南亚民谣等 不同特色的曲目之外 特别邀请国内新锐 全方位多媒体创作人蒋荣忠 以管弦乐的音响设计 为思念故乡重新编曲 展现多元新风貌 另外以日月坛 湖底世界发响为主轴的 《自然缘起》第三部曲 利用多媒体合成器 加入环境音 以及沉浸式音效设计 并融合竖琴以及人声合唱 是全新创作 也是世界首演 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 记者蔡世奇南投市采访报道